初选结果揭晓 两位参选人跟民进党中央 今天话都说得很漂亮 但是整合绝对不能够 只是说说而已 抽局两个人虽然是老朋友 但是这一次为了争取出现 双方扯破了脸 负面文宣跟攻击的言辞不断出现 地方上形容这两个人 几乎是杀到剑谷 而两边对立的人马 在初选结束之后 能不能很快地完成整合 地方党部表示 需要党中央的协助 也要看陈局 愿不愿意放下身段 向杨秋星阵营寻求合作 民进党大高雄市长初选 南方小巨人杨秋星 对上民主老大姐陈局 两人同属党内前新潮流系 交情超过30年 但这场竞争 让两人的关系降到冰点 双方对彼此的批评 几乎不留情面 杨秋星痛批 陈局动用行政权 阻挠他的竞选活动 他在高雄市甚至处处受到监视 仿佛白色恐怖 丁局阵营则是紧追杨秋星的文宣 几乎一日一回应 并指称 序民大高雄基层连线的批局文宣夹暴 是杨秋星阵营指使 直到周一电话民调开始 还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来进行人格的毁灭 长达三个月之久 是不是走路工事件又重演 让我们真是相当遗憾 现在电话民调结果底定 陈局胜出 但是局星阵营之间几乎撕破脸 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绿营整合 基层干部认为党中央的协助 和陈局的态度都很重要 将来的整合 包括对杨县长 未来在政治上 他的地位的一个角色扮演 我想党会有非常多的一个方向跟规划 未来很多面向都可以互相的配合 那我想陈局市长也会 释出他最大的善意 这是我们未来期许的到 初选结果底定 局星两人都展现风度 也互相推崇 但是双方对于未来在选战中 要怎么合作 都没有进一步的表示 大高雄这一战 民进党能否如支持者的期待 团结胜选 恐怕党中央还要伤脑筋 记者李宗芬 孟昭全 可能材料 有本人也会变得了 并没关系 可宜